货车经过国道一号苗栗路断时 疑似是因为切换车道发生了纠纷 双方居然开始在国道上互丢宝特瓶 让附近的车辆赶紧闪避 甚至小客车的乘客最后还在路上拦车 拿着铁棍殴打对方 这么混乱的局面也导致行驶在后方的槽车 擦撞到护栏 导致车上的液态氮外泄相当的危险 在黑色小客车副驾驶座上 土老先生突然伸出手来 向一旁白色小客车丢直宝特瓶 货车司机也不甘示弱立刻回击 而两方竟然是在国道上演这一出 护人东西的戏码相当危险 双方就这样一路护人 到最后小客车更直接挡住了货车 老先生拿着铁棍 二话不说下车就对着货车司机猛打 后面追赚 我们在走前面他就是这样 他就反正不让你过就对了 那你一线我一线 为什么要这样呢 开货车的猜新驾驶被打 手脚欲轻 后方的一辆槽车 更因为两方紧急刹车插撞到路旁的护栏 导致车内的液态氮外泄停在路间 而双方闹这么大原因 只是因为在切换车道时发生纠纷 图性驾驶两部车发生行车纠纷 那么姓蔡的这个驾驶人就向这个图性驾驶人的车子丢着装有这个檳榔汁 檳榔渣的一个杯子 警方表示双方都违反了危险驾驶 更随意在国道上呼人东西相当危险 最后还导致他人车辆发生事故 因此将两方驾驶都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记得中部综合报导